一连发了三封邮件都石沉大海 奥巴马只好请美国驻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 亲自上门所书 拿到书后 奥巴马更是视为珍宝 外出旅游度假 也要随身携带 2015年8月23日下午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会议中心的大屏幕上 传回了国际空间站中 宇航员林格伦的影像 林格伦在太空中 宣读了第73届余国奖 最佳长篇小说获奖作品 刘慈欣的三体 这是亚洲人 首次获得被称为科幻界诺贝尔奖的余国奖 三体为刘慈欣乃至中国科幻界 都赢得了国际声誉 凭借三体功成名就的刘慈欣 依然选择待在一座小城市里当工程师 过着看起来 拘谨而且刻板的生活 他的生活方式跟以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每天仍然保持着四个小时的阅读量 白天看英文 晚上看中文 每天坚持跑步八到十公里 没见过刘慈欣的人 都会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副形象 坚硬 刚毅 棱角分明 不卑不亢 富有柔情 甚至可能有点英俊 但是现实中的他长相平凡 转发 圆脸 和和气气 茶色眼睛后面的眼神软软的 和一个普通的居家男人 并无二致 刘慈欣不太善于和外界打交道 过着和大多数中年男人 雷同的平淡生活 忙的时候 连续几天加班 手头的事情忙完 他不爱串办公室聊天 就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 开始不动声色的写作 尽管多次获得世界性科幻作品大奖 但是他依然很低调 在工作中 也极少和人谈起科幻 有一次 他的某个同事对他说 刘慈欣 我在网上看到有个写科幻小说的人很火 他的名字竟然也叫刘慈欣 接受媒体采访时 非常普通 并无特别之处 是刘慈欣的口头产 其实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特别 我们每个人 都过着这样一种割裂的生活 不过是晚上回去 不是写科幻小说 他可能是看球 或者瞎象棋 去钓鱼 和白天的生活截然相反 剧烈很大的 我感觉 这也是生活的一个常态 偶尔 刘慈欣也会混迹于水木BBS科幻版上 和科幻迷一起畅游星空 到点了 就抛出一句 该给女儿做饭了 而立刻顿入一个普通父亲 柴米油盐的现实之中 就像生活在平行宇宙当中 刘慈欣在现实与科幻之间急速地转换着 身为理工男的楷模 刘慈欣身上耿直的特性非常清晰 他曾经在电视节目上向大家传授上班摸鱼的技巧 在线尽说大实话 在岗位上写作 他有一个好处在哪儿 你有一种占便宜的感觉 爆红后 很多大学请他去做讲座 他直接拒绝 去了说什么 我又没有新的作品 新的想法 这些都说了一百遍了 别人耳朵都磨出茧子了 小说作家江南回忆说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吃饭 他说起很多企业请他去讲科技和人类的未来 我就是个写小说的 我哪里知道 他是这么讲的 而地产大佬潘石屹 向大刘请教三体第二部里的黑暗森林法则 说自己看了三遍 大刘回复潘石屹 随便看看就行 很多人都以为大刘住在偏僻的羊权 是有意远离大都市方便创作 而大刘对着记者苦叹说 唉 我也想来北京啊 但是北京的房子买不起啊 而且总要有工作才能来吧 我们体制内的工作调动不容易啊 2019年2月 刘慈欣同书名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 票房突破了40亿大关 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当之无愧的票房亚军 不仅票房大卖 更是好评如潮 不少人认为 这部电影将开启中国的科幻电影元年 而刘慈欣功不可没 面对这辉煌的成绩 他很淡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流浪地球那么红 有网友说 大刘就是一个爽朗真诚 至今保有天真和激情的智者 他曾经就像我们身边的很多男生一样 是个狂热的科学迷 痴迷航天航空 热爱武器 游戏和网络 上了并不算好的大学 做着一份按部就班的工程师的工作 也会偷偷摸摸地 在上班时间干点别的 刘慈欣对科幻 有着超长的热爱和专注力 最终把自己 从一个小小的科幻迷 变成了华语世界 最有影响力的科幻小说作家 靠的就是那 不被世俗所湮灭的 高原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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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